你刚刚发私信过来问吗 我没有开 我吃两口东西啊 刚刚从外面回来 不是我跟你们说 前一天的人这个直播回放 居然 居然过了 我突然间发现在 在 就是阿B这里 嗯 五黄 开车是 他好像真的不会限制你 但是你 你带一点点像那种 卖后行的 你带一点东西他就觉得你在卖广告 他就不给你过 这个离谱 收购的错啊 他说阿邪我爱你 我不是阿邪 想做那个刀马蛋 因为他那个配色真的很高级 后面我想了 我想了 我想了什么工艺呢 我想到了点缀工艺 没有 你用上珍珠 他也只是原材料贵而已 但是他一副美甲 一副美甲的一个原材料能贵到哪里去 是不是 甲片 用好了 可能就是一块一颗 他思华洛士奇哪怕我堆满赚 呃堆满赚 他一直 他那种 除非是那种大赚是十几块钱一颗的那种 但是一只手又能铺多少 他顶多你全部都铺满赚 你全部都铺满赚了以后 他成本价 你顶多也去到个一百多块钱 一百多块 全部都是思华洛士奇的话 可能顶多用到两百多块钱 但是讲到 全部用思华洛士的时候 一点技术都没有 一点技术都没有 但是 你用 你就只是纯粹用思华洛士奇来堆的话 你卖511 我会不会觉得很亏心 我反正我是觉得很亏心 后面我就想了 我要用点缀工艺 什么 就是以后 就是那个 手上的那种粘钻那种饰品类型的话 基本上全部都用点缀的工艺来做 来做那个饰品 那如果说是用点缀来做的话 讲到你卖511 算是非常平庸的一个价格了 为什么 因为一直点缀的一只发粘 加上手工可能都要卖两百多块钱 是不是 然后后面 我跟你讲 我是说做就做的 我已经买了材料了 然后 但是我一想去 我又一想 不是不是 点缀这个我会跟说说清楚的 我用防点缀 我用的是丝带 用的是丝带的防点缀 我不会用动物的毛的 我不会用动物毛的 我用的是那个丝绸 用的是丝绸丝带的 一个一个防点缀工艺 防点缀工艺 这样子的话第一 防点缀工艺的话 它有个好处就是它的颜色可以有很多 你如果说只是用点缀工艺的话 它只有一个是孔雀蓝 还有一个是湖蓝 但是如果说是用丝带的话 我光是讲到你光 我用丝带我自己就是卖布料的 用哪一种好我自己知道 然后去哪拿都是免费的是吧 所以的话就是丝带的这个成本 就是零就是零 我直接在工厂拿就可以了 对我直接在工厂拿就可以了 但是我一想着 我说因为我说只是纯粹用那个点缀工艺 它来做一些饰品的话 都会非常好看 那讲道理 我们只是卖单纯的卖那种点缀工艺类型的话 你卖个200多300块钱是正常的 但是 但是的话 你要用 你要弄那个什么 就是我肯定要弄俊泽的款式 用俊泽的一个款式 用俊泽的款式 但是你自己想想 用俊泽的款式的话 就是你比如说像我做一只大拇指 我可以用点缀工艺来掐 一五毛不用 我用丝带是防点缀 如果是用点缀工艺来做这个手的话 那可能就是比如说是天里糟糟 我可能做什么荷花也好 或做什么类型也好 但是你也得你做俊泽元素 讲道理 我觉得弄你爸妈俊泽的款式 在画他们是一个非常基础的一个操作的 但是你要用手绘来搭配点缀工艺的话 点缀工艺的话 那这样子的话它那个立体感是不行的 那我后面又想着怎么做立体呢 你只能用粘土 你只能用粘土 用超mini型的手办工艺来搭配点缀 那才是真正的完美 所以就是就是这个 我要去学那个点缀跟那个粘土了 所以这个这个 这个割韭菜这个事情 我们放到 我们可以 我们再摆烂一段时间好不好 再摆烂一下 就是本来是 对啊 你们给我摆烂点了 要是学不好的话 这个韭菜我就不割了 好不好 学不好的话我就回去种菜了 我就不割韭菜了 你们就放过我吧 好不好 对啊 要是那个粘土工艺 粘土的手艺跟点缀的工艺 我做不好的话 我就 我就 我就回去种菜了 你们就不要再 你们就不要再为难我了 这个韭菜就不割了 好不好 对啊 到时候我就回去卖菜 哈哈 什么你要不要让它来 不用不用 不用不用 那紧的 不是啊 你做擦拭的时候 那个配色紧太蓝 这个是 这是最 最基本的呀 你用警察来做韵染 那很正常啊 什么 我就为什么 就是 就不能不卖 我就不割这韭菜不行 为什么就 割这年头割韭菜 还有强迫卖家的 我也是没想过的 你们 对啊 真的 我也没见过像你们这样子的 真的 这年头 怎么怎么 这个强买强卖一般不是 卖家强迫买家 还有买家强迫卖家的呀 你们 这种 这种要不要本末倒置 哎呀 你们等我学好了 再说了 真的是 等到你啊 这个 要是学不好 你让我这个割韭菜 我是拿不出手的 我是不会 我是懒的 割不割了 真的不割了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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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对啊 反正 要是学不好 我就 我就摆烂 我就 我就摆烂不割了 不是他送我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主要是 这个是 哦哦哦 专业洗笔水 开笔用的哦 我说送了什么东西呢 反正就是这辈子 你们是不想让我跟这个布料 分开了是吧 哎呀 你们对我有点信心啦 你看我想做什么 没有做好过 呃 对我有点信心好不好 就是你们对我有点信心 就是 对啊 我只要是我想做的 我有哪样是做不好的 我就想问你们 那你们要 你们就 你们就 你们就让我 你们就让我去学东西吧 学完回来再割就在 学不好就不割了 真的 啊 学不好就不割了 反正 后路我都想好了 对啊 用黏土工艺做超迷你型的一个你爸妈的脸 弄在美甲上面是真的很有创意 但是也非常有挑战性 所以所以你们就给我一点时间 让我去好好学 学不好的话 就这样就不割了 哦 这个这个摆烂就摆烂到底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就是 我不割韭菜 这个事情 都需要他来笑话吗 真的是 没产出 没 没有 不是 没有产出的人 不赚钱的人 没有这个笑话 赚钱的人 真的 这不是我摆烂 啊 就是给点时间咯 好不好 要我好好学 然后 你想想学好了 回来割这个韭菜 你 戴在手上都是个艺术品 是不是 对啊 戴在手上都是 都是 都是那个艺术品 所以 所以其实也没有 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个什么 是不是 那你想想啊 又是 又是 黏土建模 是不是 黏土建模 做你爸妈的脸 又是那个 又是 点脆工艺 那卖511 这就不过分了呀 是不是 这个韭菜割的 多有诚意啊 然后 学不好 那都做不好了 卖什么呀 是吧 我就可以 我就可以不割了 好不好 那个时候 就是对啊 手艺不佳 对啊 手艺不佳 只能干嘛 回家种菜呀 是不是 你看这年头 不是 不是都说嘛 不是都说嘛 打工赚不了钱 干嘛了 回家种地 是不是 我只是遵循了一个社会的 一个 一个 一个社会的 一个优胜劣汰 没有啊 我要回乡下 对啊 到时候给你们直播 看我种菜 哈哈 到时候你妈回来了 你们就回去 回去 去磕你妈 去磕你妈跟你爸 然后 那个 无聊了 然后就来看 阿姐种菜 阿姐彻底 退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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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然后就不跟他们打 打听八卦什么的 就没你爸妈的糖了 就纯粹是一个 种菜主播 对啊 你看到我后路都想好了 对啊 真的我后路都想好了 哎没有了啦 说是这么说的 但是我 我 我觉得如果说是 我真的很想学的话 也就是 以我性格学不好 是很难的 知道不 会很专注的 你放心了啦 说是这么说而已 也没有很摆好不好 也没有摆烂成那个样子 虽然说 也是真的很想摆烂 对啊 但是想赚老年的退休金 呃 这个想法还是不错的 这都不做完了 那咋知道 行还是不行呢 是不是 哎 要是退休了 回乡下种田里 然后八卦什么 是不是 活动都不参加了 吃瓜人家带你就知道 不吃瓜 人家不带你就不知道 刚刚开 这也才二十来分钟 啥也没有了 嗯 放心了没有 我现在 现在发现好像 是不是有很多人在 在吃 在吃明珠塔的瓜呀 他瓜有什么好吃的 他瓜 咚咚 哎 对啊 不是祕密的瓜 就挺没趣 你不能说好多事情是他主导 但是好多事情他都参与 然后推波助兰 懂吗 你不能说都是他干人 那不至于 但是他绝对有联手就对了 对啊 真的是装给谁看 他粉丝自己也清楚的要死 但是没办法 不是一路能走到一起吗 是不是 彼此都知道彼此是什么鬼样 他们喜欢他不就喜欢他这股狠镜吗 是不是 什么他会把大事推 小事推成大事 对啊 对啊他就喜欢这一首啊 真的就是 人家就说了 那大家系路都不一样 那他干嘛什么什么什么的 讲到底有时候我是真的觉得 有时候太太天真也并不是什么好事 叫阿姐不行哦 就一定要叫他房姐哦 哎呀我跟你们讲 我我今天就是包打听 又给我发了很多好玩的事情 然后我去我去微博上面 就是去阿霞上面那里搜了 那个搜了这个广场啊 就叫中老年 我差点笑鼠在里面 这太太损了 听不得呀 听不得就暂时先离开一下哦 我还要有一只手 我还要卸完一整只手 真的我差点没笑鼠在那个广场上面 就损还是网友损 就还有一个是说 还有一个帮他说话的哦 我看上去感觉有点真的像路人的哦 帮他说话的 说他说他年纪大的 这有什么 这有什么 后面人家下面的人告诉他 说说他是什么 好像是88年的 他笑死了 把那个人给震惊到了 把那个人震惊了 震惊了一整天 感觉 一年的时间量都用在这上面了 我是真的 我有些人就说 啊那 如果这些都是他干了 那为什么 他是早年不红 那那是因为早年没老公嘛 早年没老公 那后面是属于 那后面为什么还不红呢 就是抢牛的刮不铁 他说 那真这么厉害的话 怎么到现在才红呢 那也没办法 那是因为他演了正红的 才遇到老公 以前是个小透明 谁会看上你这个小透明呢 是不是 也没机会去认识什么人 那时候 那个时候 也没机会去认识别人 那后面 那不是上位了吧 上位的人家有老公 那肯定有资本 那为什么还捧过红呢 这抢牛的关 就是目前 对 老师在问 那为什么他之前就不红呢 那这么厉害以后 他怎么现在还不红呢 也没少营销 是不是也没少营销 那就是不红 那有办法 他就是命 对啊 这么多人保驾护航 还是红不了 那有办法 那 你不知道这是上 抢牛的刮铺铁吗 我不喜欢他 难道你还要我按着我头 让我喜欢他吗 是不是 真的是 这年头看电视剧 看电视剧 没得选择被资本抢奸了 是吧 真的 这年头看电视剧 真的被资本绑架了 但是我 我作为一个 我作为一个影视 就是看电视剧的一个观众 我还不能选择不看 是吧 真的是 我还没有权利 选择我不看 就是够搞笑的 那为什么 真这么厉害的话 为什么这么多年还不红 没着命啊 所以是四处嫉妒啊 他要是找红的话 至于这样子吗 不就是因为老是捧不红脸 后话一看到别人红 做啥都要唱后吗 对啊 每次谈到他们家以后 他的那个 他的粉丝就要去装绿茶 在下面装路人 什么什么的 要把那个花引到别人家去 对啊 然后四处转移 转移四线 这是他们家最擅长的 最喜欢用的 然后装 比如说 比如说 那个像 像阿鹏跟反场 他们家两家维粉 关系就不好 对啊 你只要一条波 装阿鹏的粉丝去撩反场亮仔 装反场亮仔的粉丝 跟那个阿鹏的粉丝掐架 然后 然后两边粉丝就开始打起来 诶 各个珍团学院卓士生 他的演技 颜值没你妈好 演技没你妈好 是不是 那肯定得想点什么了 不是 我不说这件事情 是不是他 就是 你说主导嘛 不至于 主导嘛 不至于 但是你说没份嘛 鬼都不信 现在你随便问过路人 拿那个 拿明珠塔 拿死猪的照片去看 别人说 觉得他60岁 都觉得正常 找到了 保养了还不如人家 杜德韦 杜德韦 杜德韦是真真真真真的 对啊 我跟你说 啊 那什么什么什么 呃 那个 他又不是一挂了 我跟你讲 但凡可以 但凡可以 他还 他还想做流量 你也得看那张脸 行吗 还是不行吗 对不对 这就是因为营业流量 营业流量 营业不了 那就去想走演技派 那都演技派的 后话就跟白鱼那边给撞上的呀 是不是 是不是 那不踩着你白鱼上位 他留着你白鱼过年 可惜 打压了那么多年 人家 他想去巴拉的正女阳光 没巴拉上 对啊 对啊 他反而是 反而是 反而是 把他踩 就是 踩到脚底 这个人 给捧起来了 你就说气不气 对啊 始终看见心脏病 没给气出来 对啊 红眼病 都要红到去挂颗 挂颗 挂颗 圈子里面都知道 他是干嘛的 呃 谁谁谁 所以基本上是 能不跟他沾边的 都不沾边 又狠 又有手段 人又那样 又豁得出去 对 别人受不了的 他都能受 他不是个狠人 是什么 你看到没有 就基本上 他就不是说 啊 别人为什么都不说啊 或是什么的呢 那是别人 不想巴拉他 知道吗 有风险 巴拉他这个人 有风险 而且 他那个粉丝 装路人 一点 一点 心都不用 你一个路人 怎么可能知道 我们家的事情 知道这么清楚 知道我们不信假人 知道我们家有假人 什么之类的 都知道 你知道这么清楚 我们家 可能有一些人 比他们还 比比他们 都没那么清楚呢 真的是 你看 这样子还装 我也是不是很动 你看的时候喜欢谁 喜欢谁 那是 那是 那是自由 反正我没看 大家都知道 嗯 沾上他们家 对 事件非常 讲到 比阿鹏还晦气 那别人就说 得罪那么多家 这不怕反噬吗 哼 对阿 得罪这么多家 这不怕反噬吗 干的不就是 倒口舔血的这日子吗 谁管你啊 就是 我还 就是除了这个 除了这个 我有时候觉得我们 加油线真的很 很奇妙啊 真的 真的 你们也知道 我 我不太喜欢 我一般 我都不太喜欢 呃 不太喜欢 那个 就是 寒色摄影的 我也不太喜欢 寒色摄影 什么之类的 那那个 同样是在 B站这边直播 那个 月神 那个月神说 呃 少让你们听 那个床底料啊 什么之类的 其实说白了 不就是指我吗 是吧 但是人家没点名 点名到信的 我又不 那我自己也不好 所以是 应酬上去啊 但是 他说 说就说了 所以就说了 也没所谓 本来就不在乎 本来就不在乎 但是嘛 我是 我这种觉得 我是这种觉得 你不听 你不来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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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你不要听了 然后 那个 听了以后 来了以后 又去 呃 人家那里 逼逼赖赖 为什么 因为这样子 真的很没品 你跟那个八婆 没有区别 你跟那个八婆 没什么区别 我真的笑 我真的这么想说 那他说 要你们少一点点床 点料类型的 你就不要来嘛 那无聊的时候 去哪里啊 去他直播间就行了呀 对啊 你去他直播间不就行了嘛 对啊 你无聊你去他直播间就行嘛 你就不要听嘛 你听了以后就不要去那里 逼逼赖赖嘛 真的很 真的很败人品 知道吗 特别是 特别是顶着我 顶 顶着我 我这边的牌子 懂吗 特别是顶着我这边的牌子 等级还不低 对啊 你不听 就是 就是 他说不听 那你无聊的时候 你就去他直播间不就行了吗 是不是 那他也没说错啊 月神也没说错啊 让你们少听啊 那你就不用来嘛 是不是 我巴不得嘞 对啊 他说少听嘛 那你觉得他说的有理 你就去他那里嘛 你少来我这里嘛 我也没觉得那个月神说错啊 对啊 少听点床底料 就少来我直播间嘛 就少来这边嘛 我求之不得 对啊 就是你出去 你巴拉我的话 你能不能把牌子给摘了我啊 你都不知道直播间的这帮人很爱乱窜吗 你一说我坏话 他们看得到的啊 对啊 他们看到你又在那里背地说我 肯定会来跟我告状啊 对啊 对啊 就是就是我的我的我的 我直播间的腿毛 对啊 没什么本事 但是喜欢乱逛 这个就是他们唯一的优点了 他这个是谁 这个是之前的时候有科 有有有科普那个 法律知识的一个一个 一个UP组 我有时候我无聊的时候 我也会去听他直播间的 我也会去听他直播的 但是听得不多 听得不多 因为讲到一些就是我觉得无聊的事情 我就出来了 对啊 我又不会跟那个月神干架 他说他的 我说我的 大家立场 立场就是 考虑事情的一个方向性不一样 对啊 那他说 你们要你们少听 你们就少 就是你觉得他说的有理 你就去他那里嘛 就不要来我这里嘛 是不是 那我又不会说是 啊我又去跟月神那边吵架 我神经病吗 是不是 他在那里 他在那里不是韩瑟摄影的说你吗 哎 他只明道姓说我 我都不会在乎 好吧 懂吗 我就明的说了 我说月神只明道姓的说 少来听阿姐直播间 我都不会在意 他只明道姓的说 都可以 更何况是韩瑟摄影的说 懂吗 他只明道姓说我都不会 我都不在意 懂吗 那本来就没交集 是吧 我是说 我是说 我没有说月神他只明道姓说 或是说什么 我是说 他在那里跟你们 跟他直播间的人说 少听点床底料 少听点床底料 我 我没有觉得 我没有自作多情到 人家没指明道姓的时候 说的是我 我不是说月神他这个人 我说的是顶着我 顶着我牌子的人 听到人家月神说 少听点床底料 以后就在那里 嗶嗶嗶嗶的说我 知道吧 懂不懂 我说的不是说月神他这个人 我是说 他在说 他在跟他直播间的人说 少听点床底料 的时候 就是顶着我牌子的人 在那里嗶嗶嗶嗶 我说那你就留在那里 不就行了 别回来嘛 烦死 我就说了 那个月神他哪怕他只明道姓的 说不要来听我直播间 都可以 又没所谓是吧 对啊 我又不会说是 我直接过去跟月神吵架 或者是什么的 有病吗 懂不懂 懂不懂 你顶着我牌子到处说 都没有 都没有关系 但是我就是想说 你不要来 再回来就可以了 真的 真的做做做两面人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在现实生活中 做不了以后 在在网上 就一定要发挥淋漓尽致 这么这么 这么细精 努力吧 只不定也能当个演员 知道不 就是就是我就 我就我就给你一句话 就是呃 我本来在轿子上面也没有下来过啊 我本来在轿子上面也没下来过 就其实真的很 很很不在乎 谁说我 谁不说我 懂不懂 就是我不是 我真的不是很在乎 就是你少搞点什么挑拨离间之类的啊 少搞少搞点挑拨离间的 就哪怕是月神指名道姓的说不要来我这里听 我都没有关系 我都没有关系 所以就是 你不需要顶着顶着俊子的牌子出去或是什么的啊 出去干点什么的啊 我都我都不是很care 对啊 我只能说 努力努力把他努力 对 是用我 借用我们 alien哥的ID 努力努力把他努力 对 我不care 我就是 对啊 就是说 你 你就不来嘛 是吧 又不是什么 对啊 又不是什么 我这里又不是什么光荣集中地 啊 爸爸 爸爸妈妈 不会 来我这里听直播 直播 都都都都能觉得自己高了一等的吧 也没有这么离谱的事啊 也没有这么离谱的事啊 是吧 也没有这么离谱的事吧 是不是也没这么离谱的事啊 那 那他都没有这种事 都就就也也没觉得那种高 那那为什么要这去去到处那里嘴呢 是不是 不是因为你到我牌子就就又又显得多特别啊 啊 你在那里说 说那些 有的没的 你没见得有多特别啊 有何必呢 是吧 有何必呢 就挺难看的 这坦荡一点呢 是不是 那你自己想想啊 十几级的牌子啊 那在这里你们想想看 算不算是我们常客了 咱们家有些常客等级都没太高 对啊 十二十三级在我们家这里不算低了哦 毕竟多白嫖的 是不是 对啊 我这要是心态不好啊 对啊 我这要是心态不好啊 找八百年前破坊了 对啊 你就到处去 去去去说我 或者什么的哦 到处去别人家直播间那里老带我 什么之类的 我跟你讲呢 我都说了 除非点名道去骂我 或者干嘛的 我不让我我都不会kill 呀 又不是第一次来 我真这么在乎的话 找找找破坊啦 但毕竟也是没在轿子上面下来过 是不是 名字就不点了 就是希望有点 就是希望有点 有点自知自明 对 我都说了八卦是人的本性 但是 有一些事情啊 也是要有原则的 也是需要有原则的 讲到你 我自己都很八婆 是不是 我也没理由指责你啊 但是 但是我是觉得做人吧 一些底线的东西还是要有的 是吧 我自己都承认我很八婆 但是八婆不是这么八的呀 知道吧 等一下 我们直播间好多宝贝也经常去乱窜啊 是不是 宝贝猫 不是 我不是说月 你没听明白 我不是说月神说 月神 人家也只是说 让你们少听床底料啊 就是人家说 人家只是说 让你少听床底料 也没有指名道姓说我 我不会自作多情道说 人家月神在说我 所以我就说了 就算是月神指名道姓的说我 让少来听我直播间 那又怎样 那又怎样 我就是想问这个 那又怎样 who care 我就是想表达这个 知道吗 哪怕是指名道姓说 那又怎样 我真的不是很重要 我真的不是很重要 对我来说真的不是很重要 我只想说你说这番话的时候 不要带着我牌子 就带着我牌子说我坏坏 你就是说 挂我 怎么说呢 怪不怪嘛 我就觉得姓名字很别扭 是不是 那说什么是你自由啊 我这回我不会限制 是不是 但是 但是 就是起码一点 一点做人的 一点 根本的东西 还是要有的 不是说生不生气的一个问题 我就是想说 你你你你既然带了这么高 这么这么等级 这么高的一个牌子 你应该知道 我其实真的不是很 很很care 就是 呃 说不说 或者是你抬不抬我这件事情 真的不是很care 那你明知道我不care的一个情况 下面 为什么还要出去 带这些是是非非呢 是不是 对啊 对啊 那那那个 你要是带着我牌子出去吃 那个什么瓜 什么类型的 我随便你啊 是不是 但是关于俊哲家的 我们家的女明星 你真的跟着我直播间 应该都都知道 真的 每次说谁 说说这个这个这个的 真的 真的都不认识 我们家真的好多人 我都不认识的 你去带节奏有什么 有什么用呢 是不是 左右我也没下来过 是不是 我被抬的也没下来过 我本来就不是很在意 我本来就不是很在意 但是你你你你去说这个的时候 就是你顶这个这个说的时候 就很很奇怪 为什么 因为我直播间这里 指名道姓骂的 也就那三个 指名道姓骂的 也就那三个 对啊 我骂人我从来不含糊的 也也不会说是 就按指谁谁谁的 我们家我认识就认识 不认识就不认识的 对啊 我这块我还是很坦荡的 连骂人都不坦荡的话 那骂给谁听啊 是不是 对啊 我这点我还是很坦荡的 但你要是带我跟我们家别的 别的人的那个矛盾的话 其实 其实真的蛮难的 为什么 因为我可能真的不认识人家 我连日子都不认识 我怎么点评嘛 你看你们你看那天五分钟节上来说的人 我一个都不认识 然后回去以后 回去以后 回去以后 被群里的群里妹的姐妹 一顿一顿解释 谁是谁 谁是谁 啊 我就想我都不看铲除 我怎么认识铲除太太 我只会留意一些出土很漂亮的人 我自己都不是很在意 对啊 你讲道理 你 这种人现实生活中 是真的有点难顶的 有事直接来嘛 是不是 别一别一别 一样orth Parliament 上一秒 还跟你一起吃午饭 下一秒去跟领导 sow你话话 害得你KPI 害得你绩效 还害得你扣钱 或者是竞选优秀员工 之类的 因为一些 啊 嘴巴长 嘴巴短的事情 因为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给丢失了 你就知道这个样子是多个异 两面三刀要不得的 我跟妳讲得亏我 我认识我们家好多人 给我省了好多事 你们发现没有 我不认识我们家一些太太 一些女明星的 其实真的蛮有点变相的 保护我的 发现没有 就是我不认识我们家好多一些人 真的 真的有时候还挺保护我的 为什么 因为根本就不认识嘛 怎么评价嘛 可能就是特别缺少关注吧 这些人 真的我真的觉得我不认识我们家一些太太 真的挺保护我的 因为我就不会评价 关键是也懒得出去认识 吃不啰 吃不啰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真的 就很省事 对啊我都不认识 他还好没出去交 没没没没出去 更加混 对啊还好没出去舔 对啊 对啊阿姐这块还是做得挺好的 就是起码没出去当舔狗 就啊 这独自solo真的挺好的 没没抱团的习惯 不是啊 跟人家抱团的 到底是 到底是 我去 我去做那个 我是去做贡献的 还是干嘛的 是不是 那本来好多人 就来我这里进货 我出去跟人家 跟人家 那个 混了 然后 到底是人家带我吃瓜 还是我带人家吃瓜 真的是一点都不公平 我还是独自 就是骄傲一点的哈 做一点 做高龙女生 对 就像你阿爸一样 说他自己是高龙男生 对 我也脸皮厚 厚一次说我是高龙女生 哈哈哈哈 是不是 阿姐现在是个高龙女生 什么发生啥的哟 没有啊 只是说 说遇到一些 两面三刀的事情 就是 对啊 就是觉得这种人 不知道怎么想 对啊 我觉得我要改个标签 上面加上高龙女生 就是那个人物简介那里啊 就是那个人物简介那里啊 我要改一下 我要改一下 我感觉我出去跟人家抱团 真的很像扶贫 你看对啊 你看我又一不画画二 就是二二不写文字了 也没脸去蹭人家一些 产出太太啊 是吧 那你也喜欢做意见领袖的那些 那 讲到底啊 指不定人家还来这里进货呢 那我出去 我去做 我出去 去做 交计划类型 我到底是出去交朋友 还是出去 去扶贫呢 对啊 杰森志浩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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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你阿爸学习 像你阿爸阿妈学习 杰森志浩 然后就 就 就 就不会有黑料 那不是吗 我出去交朋友的话 那不是出去扶贫的吗 杰森志浩一点 这样子挺好的 我现在这个样子 专心研究怎么勾韭菜 对啊 我现在真的是专注研究勾韭菜 对啊 我等我材料到了以后 估计会更忙 对啊 我要去学点萃 点萃学会了以后 我还要学那个什么 我要学黏土 好忙哦 真的 对啊 我在忙着怎么 怎么割韭菜 而且宇宙的镜头 就是梅甲 对宇宙的镜头 是在 宇宙的镜头 就是做梅甲 人家宇宙的镜头 是在卖茶 是潮牌 我宇宙的镜头 是在做梅甲 对啊 我也是想不明白我自己 真的 要好好画就行了 为什么要折腾这么多花样呢 就是我觉得 如果说自己不跟自己卷的话 这个韭菜里 你不独一无二 你怎么割 是不是 你想好好割 你就得做 做做那个独一无二 对啊 你看我们家 粗娃的粗娃 带拍的带拍 粗图的粗图 产粗的是产粗 就只有我一个人 宇宙的镜头 在做梅甲 对啊好像我干什么 都是在做梅甲 什么我卖窗帘 哎 这个窗帘这个梗是过不去了吧 是吧 你们 啊 我想不明白 这个梗是过不去的 是吧 你们 到底要怎样 你们才肯放过 这个卖窗帘的梗 哎 你说出来我改 啊 我改还不行吗 是吧 啊 才觉得要这个牌子 讲到底哦 之前那时候9块9 那确实是 是有点巨款 好不好 这些变成一块钱了 有话就是想要不要 不想要不要了 是不是 他已经就是变成了一个 并不是说觉得很难拥有的一件事情 然后也不会觉得值 还是不值的一个问题 对啊 这一块钱 想买就买 不想买就不买 你都能卖窗帘啦 是件套 那肯定要一起啊 懂不懂 就不能我全都要哦 对啊 这种一体化生意干嘛 干嘛 干嘛不一起做 但是这样子的话很没意思 对啊 对我来说 我觉得能拿出的手艺 就只能是美甲了 对啊 研究一下美甲的无限可能性 挺有意思的 就不一定要赚钱 你给自己的老年生活 退休生活 做点 做点有意义的事情 我觉得这样子也挺好的 真的啊 做进去学点税 我就觉得这个很好玩 是吧 很好玩 好像6块钱的那个 你是不是iPhone 你是不是iPhone 你是iPhone的话 你就怪不了别人啊 哈哈哈 iPhone的就怪不了别人啊 iPhone的不能充一块钱 蛋蛋永远是蛋蛋 对啊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iPhone的好像只能充6块钱 对我是真的觉得挺有意思的 就是去学点税啊 讲道理啊 然后可以去学粘土 讲到道理 到时候我还 我给自己做手办去 对啊 等我那个粘土学好了 我去做那个 我去做那个手办 给我的美甲工作室 做一点装饰 到时候后面放一排 那个放手办了 非卖品 我要是靠这些赚钱的话 早就搞了 真的是 对啊 爱好耶 爱好 真的 我就想 就算是不 就算是我不来开直播 我也会去弄这个美甲这个事情了 懂不懂 其实跟你们 没有多大的关系的 对啊 有空了去 还有去 我有空了 我还想去考那个美甲师的 那个 那个正了 考个一二级 是不是你看就是像有些人喜欢 你看像喜欢手工 是不是 手工 我们的纯粹是爱好 可以自己用 有个就像我做美甲 跟你们其实关系不大 对啊 我是真的觉得 我喜欢做美甲 或者做什么的 真的跟你们关系并不大 就算是 就算是 不去 不割韭菜 什么类型的 我也会想的 点缀啊 这些东西 粘土啊 这些我也还是会去想的 只是 只是 只是跟大家的一个关系 不大 什么 夹在一群 带了牌里面 然后你不带牌 感觉很奇怪 是吗 没有啊 我们这波今天白嫖为荣 你们有人上麦聊天吗 有人上麦跟我闲聊吗 这样子的话 就是 大家不会无聊人说话 我这样子的话 我一做事的时候 免得我忘了你们 我有时候真的很集中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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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朋友说 我的声音和你很像 说话的方式 你 你都是广东的吗 啊 对 听个音对 隔壁的 隔壁 广西吗 隔壁广西还是隔壁 不是 不是 我是香港的 香港的 哦 对 蛮像的 还大湾区跟广东这边还有分的吗 哈哈 大家说话都 哈哈 彼此彼此 他们说 你第一次开的时候 他们就说 我和你说话真的很像 是吧 超级像 我今天在做指甲啊 说到指甲 我前几天才弄 我觉得真的很巧 你知道吗 嗯 就是我前 前 星期四 对 星期四 才和我朋友去做指甲 然后就做那个运篮的那一个蓝 嗯 就和俊子他穿的那衣服很像 啊 啊 对 有没有觉得 诶 诶 好巧啊 哈哈 我那天是刚好 随便在网上找的 因为我当时我不知道要做什么款 也是临时在网上找的 然后觉得 嗯 这个好像没吃过就做了这个 真的很像 天选 天选 哈哈 开车 开什么车 他以为我们两个在开车 你想听一些开车的东西啊 诶诶诶 诶诶 诶 诶 又不是午夜场 你们 我啊 白天午房 晚上阴谋嘛 我们都是这样子的 诶 诶 行吧 行吧 你们就一贯作风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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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吗 我好 怎么 就是昨天不是那一个 谁谁谁谁谁 宣的那一个 LV的那一个代言人吗 千万不要来我这里铺地广球球了 哈哈哈 经过的时候 你要让我看到就可以了 哈哈哈 真的不要来我这里 应该应该应该也不会吧 因为我们这里是全球 诶 摄氏品 所以 哦 我知道哪里了 我知道哪里了 你不用说啊 不是我们这里很多很多地方都 就是我们这里很多 摄氏品店嘛 就是像LV选这些 其实很多的 但是 我知道啊 它那个柜 那个地方那个柜台 你一搜我就知道哪里了 但是就是还是不要透出来的 真的 嗯 就是不要来我们这里铺 不要不要拉低我们这里的水平 真的 我害怕 给给给无语注的是吗 对啊 真的好好丑啊 救命 真的好丑啊 就是抛开所有的滤镜真的 最丑的就是他 哈哈哈 哈哈哈 真的真的真的好丑啊 就是说实话之前当时 那个 Crystal 就是排除他任何东西 他的外形确实 也也不合适 真的 就是起码比他好 不是我跟你讲啊 就是 就是排除 就是不喜欢他这个主观的事情了 他是真的不合适 就是那种 呃 气 气质都不对 唉 镜头感也不行 我是我是真的 但是我看 哈哈哈 人家人家说中老年 看上去是中老年产品 也没有 也没有说错了啦 不就 哎 因为我没有看过他们的剧嘛 但是 哎 不过有一说一 昨天我去逛了他那一个广场嘛 就我特意去看了白鱼的 因为我我到现在我还没有吃透他们的瓜嘛 但是我所谓但是白鱼反 我反而会认识白鱼多过他 因为当时就是那一个沉默的真相 所以我有看到有人在推荐 因为我觉得啊 大陆什么时候能拍这种剧了 就是题材 题材吗哦 对对这个题材 这个题材 我没有其他 我知道 就就 大陆这边的那个题材受限是很严重的 这就 我掉了没 没掉了还在 我刚才听了个电话 嗯 就是怎么说 就是当时我就看有人在 推那个沉默的真相 所以我觉得 还挺好 就是我没有去看 没有时间去看 但是我觉得挺好的 所以我反而是会认识白鱼多过他 是因为我是因为喜欢了俊哲之后 我才所谓的去了解了 呃这些明星 类鱼的明星这样子 哈哈哈哈 对啊 我觉得 说实话白鱼的演技真的很好耶 那那是正 那那是正常的呀 所以说我当时就吃瓜吃一半 我觉得白鱼好惨啊 就是因为我也没有吃透了 只知道当时他们的 那个那个提纯大战白鱼输得很惨这样子 对啊 对啊 那时候不是还营业吗 突然间就大战了 对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没有经历过我不知道 但是我就是去吃瓜 有啊 他们他们在试的时候 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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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在线围观 不是不 当然了 围观的不是网上围观啊 嗯 OK 呃真的好可怕 离谱 离谱 好离谱 哎 嗯 跟他讲 别说了别说了 说了又伤心了 我又叫我妈了 对 说到他以后就又想你妈 对 哎 反正你们吃瓜跟一某 就是无缝切换了 习惯了 就很恨你知道吗 明白明白 特别知道就是 你做了一个这个这样的推手 你就觉得 不管 呃 你 你 你们出来的眼镜头好 他有多牛逼 但是你对他的主观印象就是不好了 因为你明知道明知道他做错了这件事 他做了这件坏事 啊我也不是不不不太 啊 算了不说这个了 又说这个又生气了 哎 就当就当 幸好LV我买得早 不是现在才买 因为我打算因为我本来是打算看看今年有什么新款想买的 但是 特别是说实话因为我看就是我个人主观啊 因为我看在外网 呃因为我连我这里的官网都是有推呃我爸的嘛 然后我当时其实我是觉得即使就是要生的话 就是我个人哈 嗯 我觉得会生菌子这样子 其实我是打算如果有生菌子的话我会去买这样子 但是 嗯 千万不要来千万不要来千万不要来 千万不要来 退退退退退退 不要不要不要真的好灰气啊救命 我昨天昨天就在群里说你生不要紧千万不要来这里 铺我的地狗铺我这里的地狗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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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没有去看我不知道会不会铺 就是说不要去铺 就是 就是我 就是因为你去那个官网嘛 就是他们之前他不是那个手表 就是我爸那个手表嘛 嗯 他当时在官网是有推的 是全球的官网都有 我爸上金这样子 但是我现在搞不明白的就是 哦 就是所以这一次LV生的时候 你爸没生是吧 嗯 没有没有就是当时没有人会觉得我爸会生 只不过是我个人觉得如果他生了之后 我会去买这样子 不是 不是我因为我没有去看啊 我没有去看啊 没有去看就是你爸到底生没生啊 我都没留意这个问题 没有没有没有 还是大事还是大事 哦哦那就是别生哈 先别生哈 就是对对对现在反而不要生 这我也是担心这一点不要生 先别生啊 因为我都没听说过这个事 我也不知道哪来的瓜说会宣你爸的 真的 不不不这个是我个人 个人 我个人而已 不是不是我知道这个跟你没关 跟你没关系跟你没关系 我是说之前 他没好多人来问我 说你爸那个那个LV是不是要宣了 宣了 我认了一下我说我都没有听过这个事情 我都没有听过这个事情 都没有听过这个事情 我为什么会说宣你爸呢 而且现在宣也不好 而且现在宣他也不好 因为他的大使是属于空降型的 所以还是不要太 对对对对 他已经很受那个LV喜爱的说实话 对不要对啊 不要那个 反正就是慢慢来 慢慢来不要不要太急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还有就是 现在这个这个阶段生不好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那个财政不好啊 就是驴的财政 对啊 对啊 今年他们那个集团 他们在大中华区好像是 滑铁炉啊 生意挺不好的 对对对对 比那个 好像只有百分之几的升值还是多少 我们要怎么注意去看 反正挺的很少啦 同比那个同比率是下降了超严重 反正就不禁难真不行这样子 所以以前就是以前的时候 他宣什么代言人啊 宣什么之类的时候 还是就是你 就给那个Tilly的会 会给的很吝啬 然后就会让你觉得很不很不容易 然后很很高端嘛 现在就感觉就快批发一样 现在那个Title啊 这些东西 他他给的都不绿色了 其实还好了 Title这个东西 就我是看得出来是 他是挺喜欢我爸这样子 对啊 所以但是 我是觉得 对啊 我觉得还是财政不好也好 不要推你爸出来 就是就是这个钱什么之类的 你要想想另一个人 只要是宣谁都无所谓 只要是宣谁都无所谓 如果宣了他我就觉得 嗯 你管啊 反正就是 反正消费压力不是在 那个那个那个 我们这边就可以了 啊 还是还是那句话 就是宣传压力啊 还有一些什么压力 不是我们家就好 因为财政真的不好看 昨天昨天晚上我特意去围观的 那一个广场嘛 它有两个 两个有两个广场 一个东方明珠 一个是 那一个 老年 中老年 对 对你们真的很八卦 哈哈 怎样呢 哇 天线真的好惨啊 昨天又被死了 哎 就就动不动就拿国籍 动不动就拿爱狗 哎 这一套 已经 已经 我真好烦 对 我最讨厌的就是 嘴上说这些东西 要是真打仗 你们这些人抛的 一定比谁都还快 不过我跟你讲啊 不过我跟你讲 这些话题 一会他他那边的人 又要去抢那个主持 然后又又开始 让你铺垫盖地的刷 山 我跟你说 习惯了 他们家就只会这一套 真可怕 对啊 大家有在聊 有在 有在 有在讨论这个事 有在讨论这个事 然后 有好多人在那里吃瓜 放瓜了以后 他们 经常干的就是 就去那装路人 然后引战别人家 又去抢那个 抢瓷条以后 就把说 就就就 就把别人家的瓜 留在那里 然后删 删掉他们家的瓜 真的真的 他们家这种操作 这种超常见 随便吧 就就就就就 也就那样 反正别别别别动不动 拉你爸 就快有人在服了 拉是真的拉的 昨天晚上就拉了 不过就 小面积而已 就是不会 因为毕竟 说实话 我也是追了俊哲知道 我才知道 有这么多 嗯 鲸鱼的日子 有啊 是啊 有很多的 这我真不知道 这个 这个历史嘛 是吧 就以前没有关注嘛 嗯 对啊 现在关注了以后的话 也得也得多去了解一下 一些史实的问题嘛 这样子的话 讲到底怎么的都不会吃亏 呃 反正说到这个东西 呃 也不是说我 就怎么说呢 就是也不是说 我在外面 呃 就比比什么 你们好还是什么 只不过有件事 就是 说到那一个 三章三章的问题嘛 嗯 就是我到现在都 都觉得 认得人 他们真的 完全都不 不懂得一个什么 一个意思就是 在外面发生的 到底是什么人 才会在外面发生 就是你们 其实你们在 完全没有 没这个概念 没这个概念 对 他们完全是没有这个概念 你知道当时 一出到这个 我就觉得 这个要是真 真真的 他妈 那不用回来 那不用回来 就很离谱是吧 他们不玩外网的人 对对对 他们不玩外网的人 就不懂 他们他们真的 不懂得这个概念 你知道吗 唉 这特别是在外面 所谓的 我 原来我们这个 香港也有孩子嘛 就是他们 在我们这里 经历的那么多 他们都不 不懂 所谓的在外网 发生的 人嘛 这 你们香港那边 应该也有孩子 有 有有有 当时在生日的时候 就 他们有一个 庆园嘛 有一个那个 广告 广告 好像不出了一个 广告问题 呃 因为当时我记得 我们 其实也有讨论过 要不要找这个庆园嘛 但是 因为当时 他说过不了 过不了 什么的 然后来 跑过嘛 所以就没有 做这个事情 然后当时 呃 有人在 他说 经过 我看到 有那大 哎 宝宝你现在你这个 够网真的突然间 变得猴卡 真卡吗 对 突然间变得猴卡 嗯嗯嗯嗯嗯嗯 也是 很可怕 哦 Eh 那现在刚才你欧了以后 还好 怎么现在又没声音了 没有没有没有 还好现在 又卡了 卡住了寶 卡住了 那我重新上一下 好啊你重新上來啊你掛掉吧 沒去看就對了 做的都挺好的 沒去看就對了 說到不能說的 說硬指著有什麼不能說的 我之前還說在我們直播間不講假的 又有很多個寶貝上來了 跟他說不聊這個了 再聊這個話又卡了 Hello 還卡嗎 還可以 是不是我們聊到 不能講的話題 怎麼你一講這個就卡 那不說這個 不說這個 過 我的話題是轉得非常快的 對 反正就還是那句話 如果說是玩過外網 在那裡發過聲的 都知道是 就是在那裡玩過 或者是經常逛外面的話 你就知道是什麼意思了 但是我有點奇怪就是 明明香港那邊明明就有海澤了 就有海澤的 是他們那邊沒有辦法說是 跟身邊 特別是他們的那個群體 有聯繫嗎還是幹嘛的 我感覺就是我們內陸的一些海澤 不是說有一些可能是真的 真的就沒有怎麼出來的 但是有一些是真的 我不知道 因為我沒有接觸過他們 我沒有接觸過他們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的就是 有人買潮牌 唉 因為為什麼會知道 因為當時是 我們這裡有一個點 叫做那個 中章希望嘛 嗯 然後好像是當時 有一個台方還是什麼的 就有上信 他就是戴了那個帽子 你看你瞬間無語是嗎 對啊 其實當時我沒有看啊 就是有人截圖給我看嘛 嗯 就是說實話吧 如果你不是粉絲的話 你不會無緣無故去買那個東西的 嗯 就是說實話 以這個價錢 他賣的那個價錢 我買個 Like 買個Editor 我不香嗎 對啊 我這裡很多牌子 OK 所以我這裡很多牌子都很香好嗎 都是差不多這個價錢 對吧 對啊 但好像你們那邊那個稅也不高啊 嗯 我們沒有稅了啊 對啊 我們就就內地賣 大陸這邊賣的貴 好多跟那個稅有關 那我不知道 反正就很多東西 其實說實話 就像奢侈品一樣 如果你去逛過那個光碗 就是你自己換那個 匯率的話 就有差的有差的 嗯 就我們這裡會便宜很多 所以為什麼當時那麼多人 來去香港做代購啊 對 就代購 因為當時我朋友也說 想和我合作 就是他找客員 我幫他買 但是我想想 我沒有那麼多時間啊 因為這個是很花時間去買的 對啊 因為香港有個文化叫做排隊文化 去到哪裡都要排隊的 很煩 很花時間 就是因為特別是那種週年 對喔 那種商場週年慶啊 呃 就 一定要去排隊排到 哇 真的人幾人 很辛苦 唉 現在是做什麼都不容易 對啊 不容易的 也說水貨的時候 這個話題說起來 就 一大串了 說實話 哈哈 水貨 對 其實是一個很老名的一個問題啦 水貨 但是 但是說實話 也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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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說一邊倒啦 就是 有有有 怎麼說那個叫什麼 有 呃 怎麼形容那個叫 有賣 賣就有傷害了 你就這樣想 說實話 我們賣就有市場 呵 對 你要有那個市場 就是說實話 如果你沒有那個市場的話 就別人也不會做這個事 就是因為你有那個市場 所以人家才會去做這個事 但是 因為你做了這個事情 然後 後面連鎖的人 影響了更多的人 哎 都是相互的 對 對 相互的 上來三個個多小時了嗎 兩個吧 我看彈幕說三個多小時 哪裡 是我播了三個多小時 因為我上來的時候 一開始就沒有做指 不是做指甲啊 你真的是這幫人 哦 是我播的三個多小時 不是你上來的三個多小時 我做指甲開始 呃 無聊 要你們有人上來跟我聊個天 我一邊邊聊 邊說話邊做 這樣子的話大家 直播就沒那麼無聊 我就是一半 我在 我在 我剛才 我就是剛才刷完周音 然後在 在亂逛的時候 看到你直播進來 然後剛好聽到你說這個 我才上來的 對啊 就是 剛好我在做 做指甲嘛 無聊嘛 那個 但是我做 沒人上來聊天的話 我真的會把你們給忘了 我以前做指甲 我以前做指甲 經常把他們給忘了 他說你有點膨脹 三小時三十九分鐘 沒有說什麼 都是 隨便聊的 不是啊 不是啊 相對於我的 我的九個鐘來說 三個鐘這種東西 不是 不是一個基礎嗎 你們別忘了 阿姐有九個小時的記錄啊 沒糖吧 我們沒有 沒怎麼講俊哲咧 沒怎麼講 講你爸媽 他現在又回去 咻 他現在又回去上班了 有什麼好講啊 他其實挺好的 說實話 是這樣固定 拍戲上班 這樣挺好的 對啊 我也覺得挺好的 現在這樣子 他只不過是最討厭的是 上班下班都不可以看一下 非常討厭 每個上班看都可以啊 真的 你就是說王總那邊是吧 啊對 王泰那邊 你就給個上班看一下 是挺好的 人家怎麼要求怎麼來了 真的是誰要你這是製作方呢 是吧 對 對啊 人家有任性的資格 對 反正我 我是看 看他看 看我爸爸 不是看那個 王泰的 王泰是 吸不吸金 對啊 他有權力吸金啊 你沒辦法 人家是製作 有 就是大老 對啊 給你爸副公司 咱們就得聽話 是吧 沒辦法啊 你爸有養家 天大地大 田最大 對啊 要賺錢 還好 其實他現在已經 真的我覺得 我爸現在的挺好的 有續拍 有雜誌 有廣告 有 有大爺 有商務 對 這樣子就很好了 很好了 很好了 對啊 我就覺得現在的這個 這個狀態才是 才是好的 懂不懂 所以你們不要再 想著說 爸 你怎麼沒有新商務啊 或者什麼之類的 沒有沒有 我覺得他已經很多了 已經很 對 這樣子很 很好了 就是 穩紮穩打一點 給你省錢 你還不喜歡啊 我每天都在想 最近不是很多營銷說 火了 火了 其實我是很 別人火的 你知道嗎 就別總 總 總打著 俊澤兩個人 操 人家都火不起來了 人家都火不起來了 他們就為什麼這樣火不起來了 人家不想嗎 人家 人家不想嗎 我比他們的粉絲 還著急 對啊 對啊 都火不起來 我靠 我們比你還著急 對對對 我真的很 你看 對啊 像石竹皮 營業這麼 營銷這麼久了 還紅不起來 真的 我真的是 比他們那些 所謂的粉絲 還希望他們家的 哥哥快點紅 對啊 不要再耗我們家了 你跟他們 對啊 你跟他們先聊一下 我去洗個手 你又變成 光系的了 哈哈 挺好的 其實我真的很希望 別人紅 很美 就是我沒有那個 微粉的那種 top eye 那種希望 我哥哥哥最紅的 那不必了 我爸現在這樣挺好的 說實話 好 好了 上一下那個 上一下封城 我也不是紅了 就是 說實話 因為我之前是韓語的嘛 可能是我粉的那個團 本來就很紅 所以我是真的沒有那種 top eye 就不是很希望我 我家的正主要非常非常的紅 微粉會比較多 蘑菇那邊就有這種 我家哥哥最紅 我家哥哥最厲害 這種 微粉是很多的 對 我也真的希望再出幾個流量 大流量 對呀 不要只好我們家 對 真的每次都有什麼事 就拉俊哲兩個人出來 我真的滿死的 對呀 對呀 還是要有作品 如果你看 像陳幾天走秀 你看看那個 你這個可以開別人家大名 就是你可以說別人家大名 但是在直播間不能打 就是在彈幕上不能打 你看陳寬他 人家就是受邀 就是人家直接邀請他 他雖然說沒有任何 沒有任何 沒有任何 對呀 人家真的是請著他去的 用請著的 就是人家就是有作品 就是你可能不記得 就是你可能 呃 他可能拍了很多戲 你未必每一部戲都會 知道 但是你 對他就是 他有好幾個印象 你都會知道的這種 就是 其實我是希望他們 這也是要看 看看 你爸自己 就是他自己的熱搜 他是很少會自己買 知道嗎 他很少會自己買 但是 也不至於到說是 啊 上了以後 你自己都有點 心裡陰影的那種 你看我就 其實我是很想 很想 也不是說很想 就是 想 讓他們其實走福哥的那種路線 挺好的 就是勞勞實實拍戲的樣子 現在 對呀 那現在不是在走 不是在 在走這個嗎 對啊就是在走這個啊 現在就是在走這個啊 我知道他 你有時候有一些事情 是沒辦法的 啊對啊就是 已經夠低調了 真的 對這我爸真的是很低調的 他 他就真的能不出來 就不出來了 他夠 我說有一說一 他真的夠的 比我們任何一樣 任何一個人都好 你知道嗎 對啊他真的現在真的很夠了 他真的很 他是真的很低調 只不過就是每次都有人拉他出來而已 哇真的太慘了 秋秋了 對啊 對他們兩個好一點了吧 對啊 動不動就 動不動就拉出來 對比下來 就也不是說粉絲的濾鏡 就是你怕 我爸其實他 你會看他那些預告還是那一個 痾 欸 就最近那個逆風的 其實你會覺得他眼神是有東西的 就是咱們不能硬誇啦 就是咱們不能硬誇啦 但是你起碼會覺得他眼神是有東西的 進步欸 有在進步欸 對對對 對對對 就是他現在就是一個腳步 一步一步這樣走上來 這樣子 挺好的啊 對啊挺好的啊 唉 不行了不行了 想說到他我又想我媽了 唉 我這叫端水 激度端水 激度端水 也沒事 沒事啊沒事啊 其實我是很偏 我是 我是 我是馬寶女的說實話 就不要 就就就就 反正就見到你爸 就想到你媽 見到你媽 肯定也會想你爸是吧 那種 對對 極致端水 極致端水 呃 怎麼說呢 呃 我自己的生活 當然我自己的生活 永遠是最重要的說實話 只不過是在我 業餘的時候 我會去關注他們兩個這樣子 總之還是我自己最重要的哈 就像 可能是在我工作忙 就是前幾天 呃 不是在和那個 無路可逃他們家 我也是有幫忙 欸 那個轉啊 點贈那些 但是我 我一旦我工作很忙了 我就不會去顧及 這一個可能是晚上回來 我才會去看這樣子 就是我還是我自己的生活 最重要 那不挺好的嗎 是不是 別別把一些事情 別把一些事情 給本末倒置了 對啊 對啊 就像我現在 你看我刷 刷 我就是 其實我 我現在都是 又回歸我之前的生活 這樣子 看看劇刷刷 小紅書這樣子 我都 不是特意去收俊責的東西 來刷嘛 這樣子 就有東西 就去看一看這樣子 挺好的說實話 對啊 哇 說到工作不忙 只是有的人 天天在摸魚 我就很羨慕 怎麼有那麼 閒的工作 可不可以請我 不想換工作 做收吼啊 講到你了 我也沒覺得我閒欸 對 真的 我也沒覺得我閒欸 就是微博 我還是會上的時候 我還是 可能是吃飯時間 我還是會刷一刷微博的 但是我就不會 你可能之前很上頭的時候 就可能這一邊工作 一邊又要偷偷摸魚這樣子 怕漏了什麼東西 但是 之後就現在就是 我忙歸我忙 有空的時候 我才會去看這樣 就是和之前的分別這樣子 我之前真的很上頭 你知道嗎 為什麼 講完以後 要一臉尖笑呢 你幹了什麼 就是因為 我在分享我摸魚的時候 但是摸魚真的很開心 對啊 他摸魚就摸魚了 然後突然間 嘿嘿嘿 突然間 嘿嘿 我說我又不是你老闆 怎麼跟你像賺人一樣 對我每次都聽別人好像很閒 又好像工資很高這樣子 哪裡哪裡有這種工作我也想去做 沒有 我只能跟你說沒有 有這種工作有叫富二代 每天都在做夢自己什麼時候變成富婆 你知道嗎 哇你知道嗎 真的是那陣子真的很上頭 晚上都 也不是說不睡覺啦 就是 都是過零 都是 一點多 兩點才睡的 那陣子 真的很厲害 然後第二天又要起來工作 那陣子 我有時候 就是可能 可能沒像你們這麼誇張 但是 本身我自己的一個作息就晚了 但是那個時候不影響我 經常上那個浪浪丁裡去溜達 欸有一說一 你別說那個超話真的 蛋蛋本真的 我曾經我也是個三蛋蛋 你知道嗎 就是我之前是不懂的超話是什麼東西 然後我都 但是他們的團結真的很搞笑 對啊 就以前我上去的話 我就只是上去看他們搞笑 他們夠缺的 你知道嗎 特別是那陣子不是那個愛情水的 那一個 就是那個氣泡水嗎 嗯 他們有些人就是 摻那個巴黎水跟那個咖啡 然後拉西了那個 哇我就說 我說我說真的有病了 再幫我了 我記得我當時 我記得我當時結了好幾個人的那個配方 然後還發了朋友圈 笑死我了 我也是真的覺得 以前那個真的很有毒 真的那個真的就離譜 你知道嗎 各種試驗加什麼 加怎麼喝 然後怎麼拉 對啊我也覺得這個有毒的 我當時 買 我當時其實我也有買 但是 我放在家裡沒有喝 然後我送給別人 然後給我同事 其實我不敢跟他說很難喝 然後我說 嗯這個送給你喝 然後喝喝喝喝喝 他開來喝 然後他說你去哪裡買的 他下次不會買的 不是我跟你講 呃 這個這個這個事情 又有一個故事 真的很好笑 在我這裡真的有個故事 真的很好笑 就是 就是以前 我跟你講 就是 留學派的人 留學派的人 基本上都會有那個 都會有喝咖啡習慣 都會有喝咖啡習慣 以前的時候 我還沒開始轉喝茶 那個時候 呃 對對對 就是 就是 你家裡經常會有很多 很多這些 好的一些咖啡 然後 你鄰居 然後 我們鄰居真的很喜歡過來蹭 很喜歡過來蹭 然後 你又不能拒絕 懂不懂 你又不能拒絕 然後 那些人過來的時候 你又不能拒絕 然後 又很煩 你知道不 又很煩 但是你又不能明夜上面表現出來 真的 我真的很討厭別人來吃白食 然後 然後 那個 那段時間 不是剛好說是 給你爸買那個 買那個 買那個雀巢 買那個雀巢 後面我跟你講 就是 反正他們又來了 我就很不高興 他們又來了 我很不高興的 後面 真正過去 真正拎著那個 那個 那個 拎著那個 把香果過來 偷偷摸摸的過來 跟我說 然後 跟我說 泡這個 我說 那會不會有點不好 我怕別人喝出來 知道嗎 我怕別人喝出來了 後面 他說 你在裡面 就是你在裡面 你在廚房裡面 就是你在茶水間 那誰進來看你 你準備的 是不是 又有垃圾桶 你那個 你泡了以後 你拎出去 你淡定臉 然後我想了想 就是我 反正我也不很不喜歡 知道嗎 我也很不喜歡 然後那個 那個時候我想了想 也覺得也覺得也有理 你知道嗎 我覺得很有理 然後那個 我是 對 然後 對 然後 對 你們懂了 對 然後你們懂了 然後 我就 我就泡了 出去以後 人家就問我是不是 是 是 是新的嗎 還是 對 是有在問我是不是 新的那個的 對 對 然後後面 我跟你講我實在有一點說不出來 然後後面那個 死盡在那裡給我眨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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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了想 我說 對 最新的貓屎咖啡 對 最新的 對 最新的貓屎咖啡 然後 他說怎麼不一樣呢 他說 貓的品種不一樣 然後 對 你們曾老師說的 貓的品種不一樣 當然是不一樣 貓的品種不一樣 那肯定不一樣 最新的 最新的 你們曾老師說 最新的 那可不容易了 還大老遠就來 你不知道現在因為疫情 你不知道現在因為疫情 那個 對啊 那個國際航運 有多難 本來來的又貴 又沒得賣的 限量的 就說 沒得賣的 你這個要是沒有 不是朋友的話 合作類型的時候的話 人家也不會花這種心思 去給你準備 哇 看到你們曾老師誇誇其談了 我那個 我有點智慧不如 真的 我到底什麼時候才能 對 才能面無表情的說 說 說這些話 對 然後後面他講完以後 就是 就 就 然後人家那個表情 反正我是沒眼看 是不是 我是沒眼看了 我是沒眼看了 然後 然後那個 喝完了第一次 第一次 第一次回去以後 反正就是 然後就回去了 第二次 也沒有覺得很好 但是又不會說 是有什麼質疑 然後第二次來 又又又拿 對 又又拿 又繼續是拿那個來 後面 後面他們又喝了 喝以後他們說 這個還沒有喝完嗎 這個還沒有喝完嗎 然後那個 對 對 你們曾老師說 我們家裡面還有好多 對 那個朋友寄了好多過來 對 拿了第二次以後 就再也沒來過了 你覺得那個人會愛上 我覺得正常人 一般都不會愛上 菌味鹹的味道 對 然後 我跟你講 早知道可以這個樣子 可以這樣子 趕客的話 我早知道可以這樣子 趕客的話 我早就 我早就買別的 別的那個東西過來的 真的 還是 那個時候還是感覺自己 太天真了 我跟你說 真的 還是覺得自己有點天真 對 不愧是你們曾老師 我反正是那個時候 我沒有想 我真的有點幹不出來 那個時候沒想過這個事情的 因為你要知道這個 這個買回去的時候 家裡面根本就沒人用 也沒人喝 你知道 你爸那個百香果啊 你爸那個百香果 買回去 根本就沒人喝 那個味道太一言難盡了 然後那天 那天就是 別人過來做客 別人過來做客 然後消滅了一大半 哇 我 我瞬間覺得 其實他們還是有點用處 對啊 第二次過來的時候 剩下那幾個都快喝完了 對啊 第二次過來的時候 這不是我缺的 真的 真的 就第一次炮的時候 可能還會 還會有點不自在 第二次他們再來的時候 炮的時候可順手了 咦 跑下去了嗎 我都沒留意他下去了 不是那個時候 他不是說你有的選的知道嗎 他是一套的 真的有點捆綁銷售的 那個百香果 真的有點捆綁銷售的 你單獨買到誰買啊 五分鐘姐來了 五分鐘姐來了 我弄完這個我也嚇了呀 又能聊多久啊 對我弄完這個 我就嚇了 今晚上不來了 真的 你只能說 不愧你們真老實 我那個時候 我是沒想過的 什麼通宵 通宵你個頭 我通宵 什麼今天說 說什麼重點 沒糖 沒有哦 啥都沒說 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